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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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講 不是真人不過講 歡迎各位再來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 它是開高 但是這個大盤它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收盤漲36點 禮拜五 我們跟各位從短線的角度 談到這裡 禮拜五的高點也好 低點也好 剛好都是在我禮拜四預告的區間 所以說 我跟各位講過 這個禮拜一今天的短線 重點也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個等一下給各位看 今天這個大盤開高有沒有脫離 那個區間 有 但是它今天為什麼會開高走低 它今天有站上上禮拜五的短壓 但是它是一點高的開高走低盤 我們先來談這個部分 等一下再來談明天的部分 什麼叫一點高啊 各位投資朋友 這是大盤獻貨的五分線圖 我們簡單的說 一樣三根 一二三 一二三 三根K線 這根三根K線 開出來之後 爪盤最高在8607 這個高點它沒有再突 不管有沒有突破 這三根K線裡面 只要這三根K線裡面沒有突破 就是一點高盤 好那一點高盤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會有三種做法 哪三種做法 我簡單的講 一個是這個高點出現之後 它會不會再過高 那如果說不會過高 大概就只剩下一種 只剩下一種就是開高走低 所以說 早盤這個高點出現之後 它沒有再過這個高點 就已經注定今天這個大盤 它是開高走低了 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實戰篇裡面 DVD實戰篇裡面 都有說明 你只要看過的 上過我課程的 有拿到這一點DVD 你對今天的開高走低 都不會感到意外 所以說 為什麼今天這個大盤 它會開高走低 當然 這個是今天這個就是 一點高的開高走低盤 好 那既然是開高走低 短線 短線就有短線的關鍵 好 短線的關鍵 在這裡 明天 明天 明天的關鍵在8555 8555 8555 8555點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好 so 明天早盤 明天早盤 我們現在講的 給各位講的 都是明年的早盤 好 明天早盤 這個價位沒有跌破 守住的話 它就會繼續漲 跌破的話 就會持續整理 這個你一定判斷的出來 你判斷不出來也有 為什麼我說你一定判斷的出來 這個 這個8555怎麼來的 來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來給各位看 禮拜五啊 禮拜五是不是在這裡 我們拉近給你看 同樣的東西喔 禮拜五的高點是不是沒過壓 對不對 禮拜五的低點在這裡 對不對 那個低點是不是8521 在這裡 我們拉近給你看 有一個8521的那個紅色的 好 沒關係 好 所以禮拜五都在這個區間 所以我說過嘛 基本上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上去的話 它就續漲 好 今天一開開高 開高上去 那開高上去之後 各位投資朋友 馬上做多嗎 不是 我說漲勢拉回是支撐買 不是說馬上做多 這個你只要是我用戶 我在那個盤中的時候 我都會有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 你只要是用指數的 盤中的即時教學指導 第二個 盤中的即時大盤重點分析 所以 今天開高之後 剛給各位的 開高之後9點20分 我第一通訊息就會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今天是1點高 那既然今天是1點高 當然看盤就有看盤重點了 那看盤重點在哪裡 第一個 會不會再過今天的高點 我剛跟各位講過了 第二個 拉回破不破支撐 可以用五分線來觀察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五分線 目前所有短線短壓都已經突破了 但是還是你怎麼樣 回撤支撐時 你不是開高就馬上做 你也是要回撤支撐時再來操作 再來偏多操作 所以說 開高之後不是說馬上買 等到哪時候買 要買也是買什麼 回撤支撐 股票也一樣 股票我下個部分 我今天留多一點時間來談股票 股票是怎麼樣 突破買拉回支撐買 就這兩個 好 第二通訊息是10點半 大盤預計的時間內 沒有再過今天的高點 除非怎麼樣 除非再有人為的刻意拉抬 通常會開高走高 不會跌破五分線支撐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五分線 否則今天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開高走低的機率大 對不對 短線五分線盤整正上盤指標 破斷三十分線指標 好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是不是你電腦打開之後 盤中的即時大盤重點分析 你有沒有 有 你用其他軟體有嗎 沒有 盤中的即時教學指導 有沒有 有 你用其他的軟體 有嗎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同樣在看盤 同樣在用軟體 為什麼我跟人家不一樣 你拿到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好處 你拿到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售後服務 這個叫做物超所值 好 那我們剛剛談過 如果說會開高走低 各位投資朋友 拉回來 這是大盤五分線 如果會開高走高 我剛剛講過 他來到這個支撐的時候 這是不是支撐 這個低點是不是支撐 是不是回撤支撐再來做買進 不是買這裡 不是買這裡 要買是回撤支撐再買 回撤支撐買 一破支撐就出場了 你做多你沒有風險 對不對 所以這是大盤的五分線 那如果說你要做短線的當充 很簡單 五分線指標 這是盤整 你再來看兩個有什麼差別 不是說當中不能做 這是震盪盤整指標 一樣一開高有買進訊號 但是來到這個高點的時候 它出現了什麼 它出現了賣出訊號 這個就是短線盤整 跟怎麼樣 跟趨勢盤的差別 趨勢盤的話 它會開高走高 不會跌破五分線 短線盤整的話 它就會跌破五分線 所以為什麼要先 叫你們先看五分線 是有原因的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談的重點 既然這個大盤 它短線 今天是開高走低 明天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明天的關鍵就在哪裡 就在這個點位 好 這個點位怎麼來的 各位同志朋友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這兩個 8555 明天看這個價位就好了 找盤這個價位 守住它就會繼續漲 沒有的話咧 沒有的話 一跌破的話 就代表什麼 代表它短線還是持續整理的格局 這個你對盤式的短線 會怎麼發展 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會相當清楚了 好 那中線的架構咧 中線的架構在這裡 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我從周線的角度跟各位談過了 12月6號的時候我就告訴各位了 這是一個ABC的修正坡 對不對 這也是穿頭破角 好 這個穿頭破角整理結束之後 它會是五浪的架構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的是在這裡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這是4 所以上個禮拜周線收黑 它是5-3-4 第一個它行情還沒結束 第二個它進入四浪的整理 所以這個行情從中線的架構 也還會再上去 只是怎麼樣 只是短線還在整理的格局 長線的位階在這裡 這一段目前走到這裡 這裡也還沒結束 所以說周線還欠一個往上的波浪 長線這一段往上波浪結束之後 再來就是進入這個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嘛 封關前應該有機會去完成這一段 農曆開完紅盤後 再往上走的空間不多 時間也不多 所以開完紅盤 農曆封關前有紅包賺 農曆開完紅盤封關後 賺完紅包要先走人 為什麼 因為它接下來會進行這一段的拉回 當進行這一段的拉回之後 如果有再往上走 就是最後一段 那最後一段的話 指數也好 股票也好 在這個位置你要去做多空的轉換 因為怎麼樣 因為整波行情 後面結束之後 會往下大跌 而且我跟你預告9220點不會過 到目前為止不用改變 也沒有任何需要改變的看法 所以基本上 這個行情如果像我講的一樣 各位投資朋友 後面這一波行情 就是你一輩子自負的關鍵 一波就可以讓你翻身 一定要把握 那等一下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跟各位談什麼 談股票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進行的廣告 馬上回來 人生最美的收藏 遇上人 極美落成 291888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情專線 01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固 固得頭固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固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固 固得頭固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固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情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便宜的頭固 固得頭固 爸爸愛你喔 媽媽這間機車很好喔 因為有你照顧我啊 金生生之王幫您加油打氣 養生之道只有金生之道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金生生之王 養生之道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股票的部分先讓各位看 先讓各位看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電子股裡面 太陽能股啊 屬於太陽能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拉回 好 是不是大部分都拉回 那各位同志朋友 禮拜五 我們不用談其他的 我談禮拜五跟你看的 禮拜五啊 各位 禮拜五我放大給你看 這檔股票是中美金 我們拉近鏡頭 這是不是中美金 那禮拜五我是不是告訴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禮拜五的中美金啊 它有解碼的訊號 五四八三 禮拜五開始跌了嗎 禮拜五還沒開始跌喔 禮拜五是漲的喔 禮拜四收五十九塊半嘛 禮拜五收六十塊 禮拜五四還沒開始跌喔 禮拜五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嘛 我說過太陽能來到這個位置 我跟各位講過 基本上我不建議你做買進 那禮拜五我們給各位看的 不管任何一檔太陽能股票 只要你是我的軟體用戶 禮拜五的太陽能族群 都是出現買進訊號 包含什麼 包含中美金 對不對 這是減碼 對不對 多單的減碼啦 這是中美金 然後呢 2406的國碩 也一樣喔 中美金都還不算大跌的喔 2406的國碩 2406的國碩 也一樣 也是禮拜五 出現什麼 出現減碼訊號 包含什麼 包含3691 這是禮拜五給各位看的碩盒喔 碩盒今天也是開高走低喔 3691的碩盒 有沒有 在禮拜五也一樣 禮拜五也是出現減碼訊號 這是碩盒 好 那不管是中美金也好 那個國碩也好 那個 剛講的那個碩盒也好 各位同志朋友 這個進場啊 都是一個波段 我們簡單的說 碩盒的買進訊號 是出現在8月29號 這個是拉近給你看 這是碩盒 碩盒的買進訊號多 這個是在8月29號 讓你買在最高的當天的242 昨天檢碼 禮拜五檢碼好了 到497 有沒有超過一倍 超過一倍 對不對 5483的中美金 在哪時候出現買進訊號 5483的中美金是9月5號 5483的中美金 是9月5號 這都是一個波段喔 9月5號 這一根啊 是確認底部完成 所以才會往上漲 讓你買到當天的最高 37塊好了 一樣 也將近一倍 2406的什麼 國錯 國錯買進訊號 也是出現在什麼時候 9月6號 在這一根 這一根 隔天這一根 9月6號 9月6號 讓你買到最高 19塊一次 2406 國錯 19塊一次 買到最高 昨天出現買進訊號 也是一樣 也是將近一倍 所以說啊 股票也好 指數也好 其實道理一樣 各位同志朋友 你會賺到錢 一定是一個大波段 讓你賺到 絕對不是短線 所以說 為什麼股票啊 我說過我股票只有一個指標 就是一個波段指標 股票波段 你就用這個就好了 怎麼用 你每天 你都可以上我們公司的網站 我都有在做網站的教學 那個我們公司首頁網站 第一個 在這裡 你一上去點 你就看得到了 在這裡 像我們公司首頁 顧的首頁 我這裡都有軟體教學的 你在這裡看就可以了 你都看得到 所以基本上 透過這種買進訊號 這個拉回回車 這個都是回車支撐 這都回車支撐 目前也一樣 出現解碼訊號之後 回車支撐 先看這裡 這裡沒有破的話 再買回來 有破的話就是往下的支撐 這個就是 為什麼解碼 解碼回車支撐再買回來 跟這個道理一樣 跟這個道理一樣 好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檔股票有波段行情 你絕對不會錯失波段 你可以怎麼樣 短線的解碼做加差 回車支撐買回來 短線的解碼做加差 回車支撐買回來 這你整個波段都賺得到 好 那同樣的觸控族群 我們這樣子講 我們拿什麼 我給各位看過的 那個什麼 義龍電 來給各位 做跟另外一檔股票做比較 好 義龍電2458的義龍電 各位投資朋友 它在這裡是出現買進訊號 這個才底部完成 這是義龍電 對不對 那我說過嘛 重點不是在它出現買進訊號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它在跌的時候 在跌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 有沒有任何的買進訊號 沒有 只有怎麼樣 放空之後的空單解碼 再來回車支撐 再空回來 一樣 這個也是空單解碼 回車支撐 回車壓力壓力沒過 這個也是空單解碼 解碼表示什麼 表示它要反彈嘛 回車壓力壓力沒過 一直到這裡也是一樣 對不對 解碼之後回車壓力壓力沒過 這白色的都是短線的壓力 到最低點這一天解碼 到這裡才整個整段結束 那觸控的義龍電 跌是一個波段你可以避開 好 義龍電有出現整理結束的訊號 可是另外一檔 3673的TPK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TPK 我再讓各位看TPK 3673 TPK 好 這一檔是TPK 對喔 TPK從哪時候出現賣出訊號 5月30號 對不對 5月30號TPK出現放空的訊號 在哪裡 在這裡 你自己去看喔 你自己去對照喔 好 5月30號在這裡 還在580幾 各位朋友這邊 我們拉近給你看 這沿路過程有沒有任何買進訊號 通通都沒有 只有空欄的減碼反彈 這個反彈是沒過 連短壓都不過 測試壓力之後 K棒黃色的啦 你看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喔 到這個最低點有減碼 有減碼訊號 但是它都還沒有買進訊號 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趨勢架構沒變喔 我放大給你看喔 這個是減碼喔 對不對 彈到這裡也是碰到壓力下來喔 最近的高點是在哪時候 在這裡 各位同志朋友 185 你有沒有看到曲線185 在哪裡 它是不是彈上來最近又下來 這個高點多少 這個高點是185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高點185 那為什麼彈到185它沒有下來 因為它短線的壓力在哪裡 185嘛 對不對 我鏡頭拉鏡給你看 你看是不是185 是不是185 我有沒有騙你 這個數值是不是185 所以它最高來到這裡185 再隔天再來一次 184 來 我們再移一根來給你看 為什麼在隔天 這是不是184.5 你有沒有看到 我移一根給你看喔 對不對 這185 這184 所以為什麼它來到184 沒有站上去 還會再往下修正 這個就是什麼 我說同樣的觸控族群 為什麼玉龍店它打底完成 那個TPK目前為止沒有 原因在哪裡 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什麼樣的股票落底完成 它會形成反彈 這個你一定怎麼樣 你一定可以怎麼樣 有個依據嘛 我們這樣子講嘛 那個 前面給各位看的嘛 頂元嘛 對不對 頂元最近是 頂元它是怎麼樣 最近LED比較強 可是在跌的時候 這個是頂元 在跌的時候 你能不能避開 你能避開嘛 你能避開這個底部打完之後 底部打完之後 你再買在這裡嘛 這個一樣是長多的解碼回測之針 解碼回測之針之後 它才能繼續再長嘛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各位投資朋友 你在操作 你會沒有依據 你這個都是 這個買進訊號 這個都是透過什麼 透過盤中的選股功能 去展現的嘛 就好像我上禮拜 跟各位講的嘛 上禮拜 跟各位講這一檔股票 三五六三 三五六三 任何的股票都會有多空的循環啊 跌的時候 你要避開嘛 整理結束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買進嘛 所以基本上 股票 太陽能 它到最後也會下來嘛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將來跌的時候 你還是要避開嘛 任何股票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 各位投資朋友 我說過了嘛 如果你要跟我做 我會從技術面 從安全的股 買點 跟你找買點 這個松翰 這個都是我講過的 對不對 都是技術面 安全的買點 如果你要 你要自己做 要有根據 包含什麼 包含這個都是技術面的買點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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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禮拜 我跟各位講的回測 我說我要帶你買 一定買這種 這種回測 風險最小 今天就會大漲 那要自己做 也要什麼樣 也要有工具 基本上 如果你對我們公司有興趣 產品 或者要參加會員的 有興趣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所以關係 跟各位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對不放置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會不會 任何人 我們會不會 在這裡 我們會不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固德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固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提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雇 固德投雇 预防狂犬病 请不要接触 猎捕或释养野生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